OK,就是今年的话我们就是从过年到现在一直收到大量的offer啊 尤其是那种斯坦福啊,卡纳尔,卡纳金梅隆啊都录的特别多学生啊 但统观这些学生啊 对,统观这些学生呢我发现有这么一个特点 就是这些学生都是我们经过提前一年来进行一个背景包装的提升的 同时这些学生的话整个就是是第一批申请的 就每个学校他有第一批,第二批,第三批啊 第一批申请的录取概率会比较高一些 那针对我就是这边的话就是简单跟大家举几个例子啊 首先我举个例子像我们斯坦福大学录取的这学生刘同学啊 他整个的话就是托福是99分 GIE是1350分 被录取的学校除了斯坦福大学以外的 还有像堪纳尔啊,卡纳金梅隆全录了啊 录的是土木工程专业 其实那小孩的话就看过去很普通的一个小孩 就是整个就是不秀蝙蝠的 但结果能拿到就是斯坦福这样的特别棒的学校 他家也特别兴奋啊 那这一块的话就是就背景提升包装方面相当重要 这也是,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大量的目前的家长 都是提前一到两年来给学生做这种 这个背景提升啊 那再跟大家举一个例子的话 就是我们有一个学生金同学啊 他在美国读的本科读的是一百多名的这种大学 那这块他想申请那种研究生 在找我们的时候就想着这个可能要退后一年 因为他当时GPA不是很高 那结果这边的话就是很高兴的 就是他整个宾大宾西法尼亚大学 就全美排到第四第五的这种学校录取了 那他的沃顿三宣是全球number one的 OK 所以当拿到这个录取通知书以后 随着来的又是卡纳尔啊 这块就是录取通知书啊 那想起来就是 其实整个的话就在美国 他是一百多名啊 他想都没想过 他问老师我当然只想就能帮我录前五十 我就已经很高兴了 OK 那还有像就香港中文大学那个刘同学啊 他这一块的话就是托福是一百零一分 然后他整个GIE的话就一千三百四十分 这样子的一个成绩 香港中文大学的背景挺不错 就是小孩也 整个的话就是他选的学校 卡纳尔这一次是录了 那卡纳尔录他的条件的话 就我们给他做了一个册子 这个册子的话中英文对照的 包括把学生的这些 比如说他散观点啊亮点啊 中和背景这方面 包括参加大部多数的那种活动啊 包括一些Varantia资源者这一块的 整个全面的展示啊 当然了英文材料我们是发到 我们海外团队去写的 那这一块的话就也拿到了 非常棒的学校录取通知说 所以我们今年的话非常有信心啊 对那些就是家长 交给我们来操作的学生说 请你们放心 我们一定能够把把你们申请到 比你们理想中想要的学校 更好的一些学校啊 对啊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 我建议的话就强烈建议的话 就今年要准备申请的学生 一定要提前 而且一定要提前来进行一个规划 因为2010年整个是 42.8万的这个申请美国的留学的 今年预计突破45万 绝对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 那这块中国学生都是考试型轮采 所以竞争的不再是语言的 而是它的中和背景 而是它软件方面的一个包装 包括跟教授的一个沟通的这种程度啊 对 好的 那我大体来介绍一下新加坡 它在最新的2011年的最新的走势 那么按照正常来说呢 新加坡最新的情况呢 跟以往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不过呢 新加坡的自身最大的优势呢 在于它这个国家的环境非常优美 它是一个非常美的小岛国 那么很多人到新加坡呢 他都怀 每个人都会怀出来一个很大的梦想 到新加坡 那么所谓新加坡的优势在哪里 很明显新加坡的优势在于 这个国家可以实现每个人的心中 一个小小的梦想 就是可以在新加坡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 包括最终可以移民新加坡 那本身来说呢 我在新加坡生活和工作了八年 那么最后的时间呢 在新加坡工作的时候 也拿到新加坡的永久居民的身份 那么PR 那么这个梦想来讲 不是说只有我一个人可以实现 那么我希望每一个人都是可以实现的 那么很多人到新加坡 他最主要的时间一个问题就是 新加坡这个国家 他是可以很多人到新加坡这边 通过新加坡这个跳板 可以去往英美加奥这些国家去留学 继续可以升到他们最高的学历 而且他对于国内的这个签证 还有留学的这个会放过的很宽 那么你成绩非常好 也可以到新加坡去读书 如果你的成绩呢 不是说太够于理想 那么到新加坡 你也可以从一个新加坡的大学里面 也可以一步一步的实现 你的人生的计划和梦想 那最后来讲 比较 比较 用一句很猛猛的话来说吧 就是这个国家最大优势 就是如果是女生 为什么说每年70%的学生都是女孩子 那么就是因为新加坡 它的治安 它的环境非常的好 尤其治安非常的safe 甚至安全 那么它是24小时 都是由警察在保护着新加坡 那么所有的女生 现在不管是几点 两点三点 回家的话 都不用担心 你会有什么样的人生的危险 因为这个国家最大的特点就是 以法律之国 那么而且新加坡现在是 整个岛呢 它是有75%的华人绿的 所以说 它是非常希望 和并且是 欢迎很多海外的 包括就是华人 咱们中国人 杨黄子孙 或者台湾人 或者是其他国家人 都可以到新加坡去工作 那么这就包括很多中国学生 不会说在 在被别的国家学习完之后 一定要回来 那么在新加坡 只要你有自己的梦想 坚持不懈 在新加坡 你就可以在那边 找到一份 你适合你的工作 并且说 可以移民新加坡 拿到你自己的身份 和绿卡 大概是这样 以及就是说 自己的方方面面吧 然后去选择一些 就是说 自己比较适合的专业 比如说像现在 比较新兴的 像有一些这种 什么策展管理 还有一些休闲管理 还有像 有一些跟时尚有关的 比如像时尚买手 类似于这样的专业 目前非常受欢迎 而且是在中国 一个新兴的 一个就业领域上 我觉得也是 这些专业 是比较有 比较有竞争力的 那么我想问第二个问题 金桥留学是一家办理的 是一个办理英国留学经验 丰富的一个留学机构 那么15年来 甚至受消费者的一个喜爱 那么我们的服务 有什么独特之处呢 我们金桥留学 怎么说呢 听它的名字 大家可能就知道 牛津剑桥这个金桥 我们也是做 这个英国起家的 是北京市 做英国留学 比较早的一家留学机构 所以说我们英国部呢 也是有比较独特的 一种这个文化 那从我们的这个 从前期的这个咨询 还有后期的这个 后期跟访老师 还有文案签证老师 包括我们这个后续 就是安排 机器住宿这些老师 我们是有整个 就是说非常 非常这个 就是说专业的一个团队 那我觉得尤其要讲的 就是说我们这个 文案团队这一块 因为我们的所有版老师 都是有非常高的一个素质 有很多都是 从国外留学回来 或者是像这个 在国外工作一段时间的 这样的老师 所以他们的文书写作 都是根据学生的这个特点 给他们量身制作 并且所有的文章 都是原创文章 不会套用任何模板 这个也是 就是行业内 很少有的一个现象 这也是我们的 最大一个特色吧 可以说英国留学这一块 好 我认为中国学生 除了美国 一些正常的 advice 我看来两个小学生 是尽管新人 讨论什么 专业每个人 是尽管新人 你能越来越好 成功的经济 我认识一下我的印象如何? 我认识Oxbridge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公司 因为它帮助关于中国学生和英国,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 所以它帮助关于两个国家和建设良好的关系 谢谢 有些报名吗? 因为通过了解我知道这块的顾问非常好 一对一的服务非常贴心 然后我有同学之前也是通过金桥走到了英国 他们也升到了一个比较好的学校 然后还有一些比较好的追踪服务 这里还有比较好的语言中心 然后也能帮助我们顺利通过雅思和托福 谢谢CNTV,谢谢各位网友 随着2010年的结束,2011年的到来 2011年的流行将会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根据2010年年底的估计 全国的自费留学人数有可能达到30万 那么按照前几年的增长比例 差不多平均每年的复合增长指数达到25%以上 那么2011年从人数上来看 预计能够达到35万人 那也就是说从人数上可能会有一个大幅度的增长 第二点呢 留学的低临化会 这个现象会更明显 低临化体现在小学毕业出去读初中 以及初中毕业的学生出去读大学 我们经济留学的 这个最近越来越多的接到了高中生转学的学生 也就是读高一高二的学生 希望能转到美国或者是英国 或者是澳大利亚读中学 那么这就表明了这种低临化的趋势 第三个特点呢 是现在的留学生申请的专业面越来越广 一定由这个几年前的 或者十年前的这种单一的商科计算机 现在扩展到成百 上百的这种专业 比如很偏的像这种精细机械制造 机械工程 这种建筑工程管理 环保 还有这种理论数学等等 第四个特点是 我们学生申请名校的这种 就是大家在申请学校 并没有意味的就是考虑放在名校上 也就是说他们越来越 对于申请学校方面 他们越来越理性 也基本上能够按照自身的这种语言的特点 和自己专业课的成绩的这种基础 能够理性的对待选择的学校 由于人数增加呢 那么 还有一个特点就是 现在申请的难度越来越大 尤其是热点国家 比如美国 好大学的申请难度越来越大 因为这个又出现了很多人 供给名校这种 独木桥的这种情况 我家长包括在做西线 我年书十万 我年书三万 这一位年书三万 三万会计这个事物 是吧 我年书十万会计 过去的问题 那一次你会去自我去 在哪里 来过去的 然后就是这个 讲到的一些方法 在那个军事的做出 谢谢观看